指手不攻的武术,用来防身会害死人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流行许多以柔为主的武术 我本人也练过太极拳养生、宝剑,效果还挺好的 不过现在许多武术老师称被动型的武术 能让人有效地防身,害场了许多未见世面的武术家 这一类的武学要绝以以静自动,以柔自刚,后发自人 以手为功,此为君子风范,心法多过功法 相信身软无眠,破尽千斤铁拳 我许多朋友周围的人学了这种武术以身犯险 以为可以和街头恶霸潇洒的大战几回合 没想到通通遇害,不是杀,就是死 江湖险恶,弱肉强食 岂容得你一个娇生惯养的都市人实现梦想 说实在,成熟的都市人都知道乡下长大的人 要做出工,天天走很长的路 空气又新鲜,有山有水,体质一定强过你 别说什么以柔克刚了,他们一动手,你连眼睛都看不到 城市人脑子里太多负担了,多到反应都慢了 君子三思而后行,我看你没两下子就被现实给皱死了 他们说以手为攻,让对手不攻自破 我说你不攻,人家怎么破 许多人因为攻击力微弱,迟迟不敢进攻 怕进攻后不效,遭到对手反击 有的担心体力不足够 攻击时消耗体力,让对手趁虚而入 他们就是相信攻击消耗的体力,比防守多 其实防守会使你更疲累,因为你处于被动状态 你不知道要守哪里好,对方却知道他要攻哪里 所以说无论是实战,还是逻辑 直属不攻,被动的武术,只会让你在格斗中吃亏,受伤 也许电影里面后,为了增加故事情节 编剧的人特意让主角处于下风 然后再让他反手为攻,赢得影迷的喝彩 但你若真的有妄想,用这种概念来防身 恐怕死亡的可能性会很大 现在城市人觉得自己富裕了 可以玩一点艺术性的武术 一眼叛逆,反传统的心理外国防身术玩意儿 这是有钱任性,还是有钱天真啊 还是像建国老祖宗一样,硬桥硬马,武士无华 稳扎稳打的学习真功夫 这样才能保卫祖国,有骨气,有斗志 才能让世界其他种族看得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